在四川省遂宁市的西南方 有这么一个充满故事的小村子 海龙村 漫步其中随处可见的大字包 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火热的年代 上世纪七十年代 敢为人心的海龙村 成为远近文明的早期建设典型村 省内外考察团纷纷前来学习 这其中就有来自延安的队伍 新时代的海龙村日新月异 正描绘着乡村振兴的新话旧 今天中央公布点是中太郎村头了 大家快来打击哟 大家快来打击哟 越队健康 长得长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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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选对健康 我是主持人归欣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选儿 选对健康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综艺频道全新推出的健康意志类节目 是的 每周带你一场知识敬达 我们一起来体验健康生活的奥秘 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中国早期 能源革命第一村的 穗宁市安居区 长里镇海龙村 那安居区是位于四川盆地的中部 在穗宁的西南部 其实从古至今 这个安居乐业就是吉祥的寓意 所以安居这个名字一直延续到现在 那海龙村现在以农林文旅融合 促进乡村振兴 成为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以及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没错 那今天将要和我们共同答题的 他们都是来自海龙村的建设者们 他们当中有的是返乡创业的青年 有的是珠丽乡村振兴的学生 还有的是安居区的各位农技人员 让我们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 丘尾强 何丽 两位专家来到现场 欢迎两位老师 好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喊出 宣队建设 今天我们的出题方式很特别 大家看到了我们的题目是出现在老式电视机上 其实在七八十年代 海龙村人就是通过老式电视机了解世界 现在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世界也未知惊叹 所以今天我们用这样的形式来记住历史 展望未来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一轮的答题 第一轮答题一共是三道题目 全部答对的朋友 才会评分我们5000元的家庭健康基金 当然此时正在观看节目的您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的央视频 跟我们实时的互动 来跟百人团一起来答题 赢得健康好礼 首先想问一下大家准备好了吗 好 请听题 人们说千金难买老来寿 这种说法正确吗 A 正确 B 错误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通往A B区有两条通道 所有选手们可以选择他们要去的这个通道 A通道是比较狭窄的 而且有天然的障碍 两边都是水塘中间还有拦路压 而B通道看似比较短 实则中间还有一个S型的弯道 中间摆的是安居区的一些特产 安居红薯 当然大家一定要在石宫耗子交汇之前进入到A B区 因为一旦两个石宫耗子交汇的话 那么也就意味着 你已经丧失掉本轮的答题资格了 所以要快准狠 请问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的来 三二一 起跑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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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一 请起作答 不容易啊 第一题全部都已经到达了 自己想选择的这个选区了 没有哪位朋友觉得 自己在这方面 是有一定健康知识的 这位小伙伴 我第一眼就看到你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可能是因为我跑到这块吧 是 你是全场第一个到达的 那说出你的选择 为什么这么坚定呢 因为A好跑一点 然后我就跑A了 那我刚刚看到B区这边 也有一位举手 你选择B区的原因是什么 我爷爷他就是 平时在家里面老了之后 他就不运动 然后就变得很胖 但是我外公他老了之后 他就经常出去走动 所以说我觉得 这都还是看个人吧 COOL 接下来我要宣布正确答案 当时因为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活动 自己很紧张 B区 恭喜你们 咱们海龙村的庆祖方式 就是这么的特别啊 太热闹了 对 对 我在一次 是一个资料上看见的 可能我看的那本书有错误 我下来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来那接下来呢 我们请到老师来为大家解答一下 千斤南买老来瘦 现在这句话应该改一下 叫千斤南买老来肉 这个肉呢指的是肌肉 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老年人他太瘦了 他抵抗疾病的能力就会下降 所以说呢 人到了老了以后啊 他的体重稍微高一点 哪怕有一点点操纵 对他的健康呢 是非常有意趣的 他能够保持有良好的肌肉 预防肌肉衰减症 我们又叫他肌少症或者是少肌症 其次呢 他会有比较好的骨密度 所以说为了健康 老年朋友们 到了65岁以后 真正进入到老年人的行列 我们就不要那么强烈的去减肥了 反倒是要增强一些运动 锻炼一些肌肉 那么我们老年人主要做到两件事 第一件事呢 就是增加肌肉 第二件事呢 甩掉肥肉 那么我们可以从饮食和运动着手 我们首先在保证饮食均衡的基础上呢 多摄入一些优质蛋白 比如我们蛋 奶 牛肉 鸡肉 鱼肉 这些都是优质蛋白 谢谢两位专家的解答 谢谢 好 再次恭喜B区的所有小伙伴 你们进入到下一题的答题环节了 为你们自己鼓掌吧 同时呢 A区的小伙伴 你们进入到观战区 来为后续的选手们加油了 好的 谢谢 好 我们B区小伙伴呢 也要进入到第二题的答题环节了 我们看看他们第二题发挥如何 以下哪种描述更正确呢 A 粗粮偶尔可以吃一点 B 吃粗粮多多益善 这道题啊其实跟我们海龙村相关 因为我在这边一看啊 在那边人民食堂是打食堂 粗粮呢平时啊我吃的也少 来到这我就要大吃特吃 哎 我就喜欢吃 大家呢想一想自己的答案啊 一会呢根据自己的答案 选择合适的通道 请做好准备 3 2 1 去跑 刚刚想一想我说过什么样的话 粗粮怎么样 快速地进入我们的AB答题区 施工耗子就要合聋了 3 2 1 停止作答 还有一些女生是在最后啊 在我的忽悠啊不是 在我的提示之下来到了B区 开始的时候我是想选A 但是后头我想一下 粗粮还是要经常吃不是偶偶吃 那你觉得粗粮它都有什么 粗粮就斗类这些子对我觉得 还有纤维这些 有没有因为我刚刚说 就是大吃特吃一下 你就最后选择来到这边来了 作为玉米的话我们也是经常吃啊 也是会经常吃的嘛 对啊 万一这最终的答案B错了 你会不会永远记住 会心的名字 不用错的记住她的名字了 是啊 看到我的会心一笑 你就懂了是吧 对粗粮有了解吗 有一点了解 有一点了解 平常爱吃还是不爱吃 爱吃算不算 但是为了健康的话 偶尔会添加一些 我看你自己是打头阵的 其实是自己单独作战的 还是说有小团体一起加油的 我们肯定是有小团体的 你悄悄告诉我 不要告诉会心啊 这个不方便透露 反正在这里面 没关系 没关系 告诉我你的小伙伴都在哪里 举一举手好不好 我的小伙伴 怎么这么多 大家想法都统一吗 全在H 对 那如果就是失败的话 可就全都到观战区了 我们对自己的这个选择很坚定 我觉得小团体的这个组合 这么快就 我不说了 好 来 正确答案是 H 恭喜H的小伙伴们 恭喜你们 来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答 首先我给大家来科普一下 什么是粗粮 其实粗粮呢 包括传统意义上的 全骨类 杂粮 杂豆 还有鼠类 粗粮虽然好 它也是富含能量的 比方说一个人本来就操纵肥胖嘛 他还吃很多很多的粗粮杂粮 他一样的也会导致操纵肥胖 而且对于有一些老人 还有一些小朋友 他的消化系统本来就比较弱 那么粗粮里面呢 有很多的粗纤维 粗纤维吃的太多了呢 会影响我们一些微量营养素 就是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吸收和利用 所以说粗粮虽好啊 也不是多多益散 只有选对了粗粮杂粮 才能选对健康哦 嗯 谢谢何老师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一轮的最后一题 这一题太关键了 因为这一题如果你们答对的话 会评分5000元的家庭健康基金 现在A区的小伙伴们 好像没有多少戴眼镜呢 这一题啊跟视力有关系 来 很多眼科医生啊 都戴眼镜 所以说 近视眼手术不靠谱吗 A 对 B 不对 来 做好准备 3 2 1 出发 好耶 现在我们看到了 已经出发了 往前走了 要走后 往前行了 快速进入到答题区 进入到A区了 我已走 我已走了 时空耗子就要合拢了 到底是选A还是选B呢 3 2 1 谁可以做答 每个人都不太确定 都想去对面 最终呢 没有一个人变自己的位置 我们来问一问 尤其是处在交界线这边的 我们70号小美女 你是自己单独作战吗 没有 也有组合呀 我们也有 在哪儿了 你再B去单独作战 这是什么策略 我觉得不靠谱 你觉得不靠谱 因为我本身是高度进士嘛 然后就没有做 就让他们选择 我自己选择自己的选择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你觉得 慧心哥这句话说的不靠谱呢 还是觉得 提干里所说的 治疗禁食的手术不靠谱呢 治疗禁食的手术不太靠谱 那你是不是站错选项了呀 什么 他是一个双重否定呀 进士严手术不靠谱吗 A 对 B 不对 杀 选择了B 对 其实是不小心感觉 不是自己想选的那个 我太难了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B区 B区 恭喜 恭喜B区的所有选手们 你们获得了 平分五千元 家庭健康积极的机会 恭喜 比较幸运嘛 幸运的是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要请专家老师来解答一下 为什么B区是正确的呢 这个手术呢 很多人也问到我 我在门诊的时候说 哎呀 邱老师 你本身戴着眼镜 你跟我们讲进行手术 这个手术是不是不靠谱啊 这个急干就是你 对 你自己都不做 那么首先我们得明确一下 这个手术呢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做的 那么什么人不适合做呢 第一呢 这个眼角膜比较薄的患者 那么这类患者不太适合做激光类的手术 第二类呢 就眼前方比较浅的患者 这类患者呢 不太适合做植入筋体类的手术 那么很不幸啊 我是属于这么一类人 这个手术 其实现在安全性是很可靠的 它进入咱们国内三十多年了 那么做了很多患者 我们每年有那个数以万剂 甚至数以十万剂的患者 去做这个进行矫正的手术 所以说这是一个靠谱的手术 谢谢老师的这个解答 希望大家呢 不论是选对还是选错 我们选对健康就对了 好的 再次恭喜我们B区所有小伙伴 是评分了5000元的家庭健康基金 有请选儿送上我们的小牌 恭喜你们 恭喜 祝大学您好 你好你好 我们到您家参观一下好吗 好的好的可以去呢 平时那个用手机多吗 一般不是很忙的时候就在玩手机 长时间用的话呢 早知眼睛不舒服 眼睛干涉 对我是眼科大夫 所以那个这个眼睛干涉 用手机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现在各种光的 我们叫光的污染 就是蓝光 把您的那个我们叫生物节律 给打乱了 也会影响睡眠 所以睡觉前把那个手机放外面 我老爸有那个点眼药水的那个习惯 您说您是您父亲是吧 对对对 他平时点什么眼药啊 他为什么要点眼药 好像是那个红霉素眼药水 他为什么要点呢 他的眼睛有时候有一点红啊 有一点肿啊 这些他就点那个眼药水 对对对 我们其实建议啊这个 我们第一是要三分毒 没事尽量不要乱用药 就很多时候比如眼睛有点红不舒服 比如刚才您说您看手机看久了 眼睛不舒服 对对对 其实它并不是那个炎症 因为刚才你说老爷子他点红霉素 红霉素是一个抗生素 它是抗细菌用的 就如果没有细菌感染 咱们尽量不要用这个抗生素 就您眼睛干涉 可以到医院去看点人工的液 老爷子如果他不舒服也可以点点 眼睛不舒服呀 不要自己随便去用药 医生建议您用什么药 咱们再用那个药 好吧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二轮的答题 那这轮答题呢 一共是四道题 全部答对才会评分 一万元的家庭健康基金 那当然此刻正在看节目那里呢 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人码进入到央视频 欢迎和百人团选手一起来答题 那接下来我们出的这个题目呢 要跟当地的一个特产 安居红薯有关 请听题 红薯发芽了 还可以吃 这题题干非常的简单啊 A 正确 B 错误 这道题呢也跟咱们安居红薯相关 到底是A还是B呢 3 2 1 请停止作答 这个其实啊看似简单 实则啊我跟大家讲很难 我知道 马铃薯发芽了肯定不能吃 但是这个红薯的话 你觉得呢 我觉得不能吃 为什么 因为它既然发芽了 肯定时间太长了 就已经变质了 对 那就没必要再吃了 对 我突然觉得这位哥说的很有道理 那A区的小伙伴呢 大家谁能说服我 来 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可以吃 因为在咱们农村的时候 小时候哈 就是红烧间 不仅是人可以吃 咱们动物也可以吃 而且它本来就是从土地里面 长出来的 我觉得没问题 你知道这个安居红薯 它也是咱们本地的这个特产是吧 对我们这边的特色红薯叫做五二四红薯 我们这边的红薯之所以叫做五二四呢 是因为它要在五月份的时候进行栽种 二呢是代表二两的重量 每一颗红薯都是严选的军品 四呢是代表我们播种的整个间距呢 是四尺的距离 所以呢就叫做五二四 那我们五二四的红薯呢 它的特点呢也是香 甜 软 酪 欢迎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 有机会到我们海龙凯哥 品尝我们的五二四红薯 欢迎 一定来 一定来 会加上半颜了 我发现啊 其实在我的身后 咱们百人团选手 有很多是年轻的面孔 到底发芽的红薯能不能吃 我们来向爷爷奶奶取取经好不好 我们来问一问我们的长辈们 好吧 爷爷我看您啊 手头已经抱了满满一框的红薯了 红薯其实也就是咱们这俗称的红薯 也是很多北方朋友叫的地瓜 两位爷爷应该很熟悉了吧 我们是从小长大的吃红薯 吃红薯长大的 所以说那个红薯是发芽要吃的 中小不吃都吃的 你不是说它为我到 我到那样样都吃的 这个都是该吃的的 我来尝尝 属于海伦村独特的红薯 专门的红薯 甜 甜的 谢谢雪儿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宣布本轮的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H 恭喜你们 恭喜A区的小伙伴们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听一下 专家的解答 我们必须的小伙伴们 之所以说 红薯发芽了不能吃 可能是想起了土豆发芽了不能吃 其实啊 红薯和土豆虽然都是这个鼠类 但是呢它们属于不同的科 红薯呢属于玄花科 土豆呢属于茄科 土豆呢属于茄科 土豆发芽了以后呢 它会产生一种叫做龙葵碱 又叫龙葵素的毒 所以吃了呢会中毒 但是呢 红薯发芽以后呢 没有关系啊 还是可以吃的 而且我家里买的 红薯买的多的时候 发现它长芽了 我就给它削一块下来 放到水里养着 发现那个叶子 慢慢慢慢的就长出来了 然后呢我会把这个叶子还吃掉啊 但是呢有一种情况 这个红薯发芽的同时呢 很多时候红薯会长霉 出现一些褐色或者是黑色的斑啊 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吃了 红薯呢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食物 尤其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而且还有很多的可容性的膳食纤维果酱 对促进我们的肠道健康啊 增加我们的一些粗粮杂粮 鼠类的收入非常的有好处 所以适当的时候呢 我们吃点红薯呢 对我们的健康特别的有益 但是呢我也想提醒一下大家 红薯呢它特别的甜 尤其是我们当地的红薯又酪又甜 但是呢不太适合糖尿病人吃啊 如果糖尿病人要吃咱们这里的非常好的红薯啊 就要跟别的食物一起来吃 吃量即可 我们选对了怎么吃红薯 才可以选对健康 好 谢谢何老师 好 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 第二轮的第二题 鸡蛋怎样吃能够达到营养百分之百呢 A 生驰 B 白水煮着驰 来 做好准备 三 二 一 出发 快速地进入我们的A B答题区 施工耗子就要合拢了 到底是选A还是选B呢 三 二 一 停止答题 是还在思考 没有 就是感觉这边人 又比那边少一点 就觉得很奇怪 我的选项怎么能是少数人选的呢 难道不应该大家都选这个吗 应该幸存者偏差吧 我觉得生吃的话会更加的有营养啊 因为那个如果是白水煮的话 又会导致那个营养的流失 而且我看了那个健身的 我那个就是比较喜欢锻炼的 都经常打算起来生吃那个鸡蛋 我发现很多选手他其实很聪明的 他选择A或者是B的时候 他会有技巧 但是呢我不希望他是通过技巧来选择 我是希望他真真真正的学到了这些知识 我们要宣布正确答案了 鸡蛋 百分百营养 生吃还是白水煮了吃呢 正确答案是 必须 恭喜必须的小伙伴们 当然啊我们也要听一下老师解答一下这道题的答案 好的 鸡蛋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啊 我们把它叫做是 特别符合人吃的优质蛋白质 但是呢生的鸡蛋里面呢 它会有一些蛋白质抑制酶 就是说你蛋白质吃进了以后呢 它会抑制你的消化和吸收 同时呢生的鸡蛋里面呢 它还会有一种抗生物素的一种蛋白质 生物素呢是我们人体必须的一种必足的营养素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不会缺生物素啊 所以人们也不会去关注它 但是呢长期吃生鸡蛋的人 可能会出现生物素的缺乏 就是说会掉一些毛发 所以呢生鸡蛋的吸收力的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力 大概是在50%左右 而且生鸡蛋有10%的几率 它是感染沙门氏菌的 那么沙门氏菌如果你生的吃进去以后 有可能会引起一些消化大的阵战 腹痛啊腹泻啊就是一些胃肠炎 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 把这个鸡蛋煮熟了以后呢 那它的蛋白质啊就90%多 甚至100%都可以被人体吸收 当然除了水煮蛋以外 还有蒸鸡蛋羹啊也不错 水煮荷包蛋 还有呢就是鸡蛋可以炒着吃 也比生鸡都要好得多 所以听我一句劝啊 选对怎么样吃鸡蛋吃熟的鸡蛋 我们才能选对健康 好 谢谢何老师 恭喜B区的所有小伙伴 进入到下一题的答题环节 接下来的这道题目呢 咱们很多的村民长时间啊 在户外活动 受到阳光紫外线 就比如说现在啊 自己的这个时间呢 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得白内障的几率呢 还是比较大 那么接下来这道题目 就是为他们而做准备的 老年性白内障手术 应该什么时候做呢 A 得了就可以做 B 等到长熟了再做 得了就可以做 等到长熟了再做 到底是A还是B呢 好 请所有选手 回到准备区准备答题 准备 想好你的答案 选定你的路线 三 二 一 出发 答题区已关闭 答题已结束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这样的困扰 怎么说 主要是我老爸老妈 他们都经历过 这种悲哩战略 因为当时 找医生去检查的时候 医生说的 必须要成熟了 他来做小骨太好 是医生的建议说 成熟了才行 对 那我再多问一嘴啊 您说这个成熟了指的是 患病了之后多久呢 他看清了一般都是看不到的 基本上是模糊了 他基本上是做手术 那叔叔阿姨 现在有去治疗吗 医疾治疗好了 肥复了 比较小哥肥子 祝福 祝福 谢谢 他们其实很有心 从身边的人的例子 包括经验 去佐证自己的选择 但是我没想到 会这么多人 能选择这个题目 我想问一下最后面那个小哥哥 对 就是一脸严肃 站定的 站一个区域你就站得死死的 上一人我观察你很久了 你在一个区域你就站得一动不动 这样站住了 还有信心 你能不能说说你的选择 为什么会选择A呢 其实我也不是很有信心吧 毕竟我对 陪那张这个并不是很了解 但是呢 我听过一句话叫 早发现早治疗 所以我选择发现救治 因为我觉得 主要还是靠自己一个平时的积累 然后 但是如果实在是不会的话 就只能随便选一个 然后不能更改了 所以说 就坚定自己选择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公布一下 正确答案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A区 恭喜A区的小伙伴们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依然请专家老师 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为什么会选择A呢 首先恭喜A区的小伙伴 那么看来真理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 那么我们首先明确一下 这讲的是老年性白内障 那么老年性白内障 我们其实是得了就可以治的 它是一个择期手术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做手术的时期 但是呢 我们一般建议患者呢 就是白内障影响生活 我们就可以做手术 那么如果没有影响生活 你可以等 那么B区的小伙伴选择说长熟了再做 其实这个理念呢 在30年前是正确的 因为那时候白内障的技术 只有长熟了才能做 那么现在不一样了 那么现在我们不提倡长熟了再做 因为长熟了之后呢 有这么几个风险 第一呢 这个白内障很硬 我们做起来风险很大 恢复起来也很慢 第二呢 长熟了之后 老人家看不见了 那么他的生活很不便利 所以我们不建议哈 这个白内障等到长熟了再做 感谢专家的解答 那再次恭喜A区的小伙伴 你们进入到了下一题的大题环节 恭喜你们 恭喜 你加油 好的 那也请B7的小伙伴 回到淘汰的观战区 来为后面的选手继续加油鼓劲 要跟大家说 你们 已经要离一万元的家庭健康基金 越来越近了 所以也就意味着 你们接下来的选择至关重要 尽可能为自己而选 为健康而选 因为你们的人数 如果变少的话 怎么样 评分的家庭健康基金会变多哦 记住这一点哈 一定要选对自己认为对的那个答案 好 那么接下来 请听 提 请问 痛风患者 不能吃斗智品吗 A 可以吃 B 不可以吃 相信这道题你们应该会有一些 生活上的经验或者是 身边有朋友啊 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好 请选择好答案 回到起跑区 选手们做好准备 3 2 1 起跑 开始 现在我们看到 选择A通道的 123455位选手现在呢 已经快要进入到答题区了 好 答题区已关闭 现在我们看到啊 刚刚 好多选手是被拦在了答题区之外 没有快速的进入到A B区来做他们的选择 没有快速的进入到A B区来做他们的选择 好 很遗憾 这个也是我们难度升级的一个体现啊 因为 这一道题就能决定最终的选择 中健康基金的归属 我们来看一看啊 我身边的这位 71号 只有你自己啊 没事 我觉得胜利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 哦 如此有信心吗 哦 对 为什么 因为我的爷爷他就有痛风嘛 然后平时的时候 像家里面做菜的时候 有豆子之类的 家里人都不会让他吃 哦 所有的豆制品指的是哪方面呢 你刚刚说的豆子还有什么 就是比如说豌豆啊 福豆啊 然后黄豆啊之类的 啊 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 你决定选择不吃豆制品 对对对 我们看到那个后面的小哥哥 现在啊 终于露出笑容来了 我能解释一下这个笑容是 还是还是不太确定 不太确定 但是第六感觉得我应该会对的 哦 男生也有第六感哦 哎也意味着有可能你自己 会平分一下这个家庭健康基金了 对吧 哎不过今天是自己来的吗 呃 那边就是我的战友 但是他虽然他忘记我了 但是我不会怪罪于他的 哎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关系有点乱啊 对方是你的战友 啊 他是我的战友 但是我们两个 呃没有走一条道 啊为什么 但是条条大路通 家庭健康基金 哦 厉害厉害 战术啊 好的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要宣布 本轮最后一道题 涉及到能评分 家庭健康基金的这道题 正确答案是 哎 哇 哇 因为 毕竟答案还是拿不准 呃 也不知道最后会是赢家 正确答案是 哎 呃 很棒 恭喜四位选手 评分了一万元的家庭健康基金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有请专家老师 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好的 恭喜你们答对了 通风的患者 还有高尿酸血症的患者 还是可以适量的 吃一些豆制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些研究表明 来自于植物蛋白的票令 跟通风的相关性不那么强烈 反倒是用一些豆制品来替代 动物性蛋白 对通风病人来说 一个是满足他们对优质蛋白质的需要 第二个呢 也避免了 动物性蛋白里的高票令 对他们尿酸的影响 所以通风的病人 我们特别要注意 要少吃一些动物的肋脏 还有海鲜 还有肉汤 还有一些肉类 但是呢 鸡蛋 牛奶 是完全可以吃的 豆制品呢 也可以适量的吃 当然有一些黄豆啊 它本身它是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但是呢 它经过制作以后 比方说摸成了豆腐 做成了一些豆制品 它经过一些浸泡 碾磨 它的漂亮的含量 其实已经在下降了 虽然可以吃 但是呢 还是要适量啊 不能说一日三顿都是它 年年月月 日日都是它 要记住适量这两个字 而且得了痛风或者是血尿酸增高以后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 除了饮食上的注意 还有生活上的注意 一个是多喝水 还有一个呢 一些特别甜的水果 就是杭果汤比较高的水果 也要尽量的不吃 健康的生活方式 才能帮助我们预防痛风 防止血尿酸增高 才能选对健康 好 谢谢何老师 好的 再一次恭喜A区的所有小伙伴们 当然呢 没有关系 必须的这一位帅哥 你一会儿呢 在第三轮的时候 还是要再接再厉啊 跟你的兄弟们 跟你的这个团队们 一起在第三轮 赢得一个好的成绩 好不好 好 再次恭喜A区的小伙伴 请雪儿来颁发 一万元的家庭健康机器奖牌 恭喜 恭喜你们 再接再厉啊 这是第二轮的成绩 还有第三轮呢 有点累了 休息休息 咱们去品尝一下美食 听说啊 在这儿有一个当地特色 叫冲 也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 咱们找找去 哇 好好 你好 这是在做 哇 葱 哎呀 太好了 终于找到葱了 欢迎你们来吃我去年的葱 哦 对 那就是酱 这是什么酱 调盐味的 咸的 对 那个就是葱 也叫酱 哦 这个 我们地方都叫葱 什么呢 可以吃死了 可以吃干嘛 哦 哦 头发 头疯 头痛 鼻 鼻色塞 都可以流鼻涕 都可以吃干嘛 哦 真的呀 这好呀 我有鼻炎 那我待会吃了之后 我一下就好了 对 那眼前的这些呢 这个是海带 白萝卜 青绳 胡萝卜 哦 分合在一起 哦 这是一种习惯 这是一种传统的做法 哎呀 感觉很好吃呀 有一点像这个北京烤鸭的那个卷 对对对 那咱们这儿 咱们这个叫臭 对 看一看这个臭能有多臭 不行了 太臭了 看我的眼睛 所以还有一种 其他的名字 有一种名字 就叫伤心菜 伤心菜 最臭也叫伤心菜 谢谢众婆婆 我们继续选对健康 第三轮呢 我们一共是有五道题 只有全部答对才会评分 一万五千元的家庭健康基金 问一下现场的选手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们知道 穗宁是一个十分休闲的城市 曾被评为 全国十家生态休闲旅游城市 而穗宁人的这种安逸呢 藏在一碗茶里 偷得浮生半日前煮茶论道 画桑田 接下来呢 我们这道题就跟茶有关 请听题 以下哪种茶叶的茶多分较高呢 A 绿茶 B 红茶 来三 二 一 出发 打提区 打提区已关闭 三 二 一 停止作答 哎呀 告诉我你的想法 我选的绿茶是站队了的 其实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 我就说我选的 对 是因为刚才 对 我有个小伙伴给我拿了一瓶绿茶 我一看上面写着 茶多分 然后我觉得 这就是缘分吧应该 不然我就怪他咯 就是在看到这道题的题目之前 正好看到了茶多分的 对 喝了一瓶绿茶 这三个字 对 那个好朋友叫好大洞 他也在现场 在哪里啊你的好朋友 你好 刚才给了我一瓶绿茶 上面写了茶多分 是我给他的绿茶 但自己选择在B 但我觉得不认同他呀 我觉得 我觉得红茶好喝一些 然后我就选择了红茶 其实你一开始跟我讲过说 你们是有一个组合的 对不对 对 组合 都有谁 举手 举手 怎么还不好意思举呢 怎么还有点 你们的组合名人叫什么 凯歌战队 有没有口号 有啊 告诉我一起喊出来好不好 我们的口号是 海龙十朵花 健康理我他 厉害 这十朵花 您是什么花 我是红杀花 我是没钱花 不是 正确答案是 这边 恭喜你们 并茶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答 都知道 茶豆芬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成分 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有益处 它有抗氧化作用 还可以有辅助降血脂 茶豆芬啊 能预防口腔粘膜白斑 以达到预防口腔癌的作用 那么茶豆芬的含量呢 是这样的啊 绿茶排第一 黄茶排第二 接着是黑茶白茶乌龙茶 最少的是红茶 因为红茶是完全发酵以后 茶豆芬的含量会减少 但是红茶呢 很好喝 也是一种很好的茶 嗯 好的 谢谢何老师 好的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三轮的第二道题目了 请听题 铁锅炒菜可以补铁吗 A可以 B不可以 三 二 一 出发 太平 往前走 右走 往前行 已关闭 三 二 一 停止作答 刚刚特别有意思 当会心啊把这道题目望外一说 我们领头了这位耗子手啊 就特别 笃定地告诉大家 会的 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专门问过我的物理老师 主要是啊 他应该问一下自己的化学老师 时空耗子的大哥都已经加入其中了 你到底是选A还是选B的两只条 正确答案是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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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厉害 雪儿啊 雪儿我现在特别想采访一个人 那就是时空耗子的第一个大哥 先给我们A区的朋友们说一声对不起啊 其实 刚刚我们主持人说的好 确实我问错老师了啊 不管老师的事 是我这个学生的问题 不好意思 好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为什么是不可以呢 请专家老师解答 首先那个咱们强调一下哈 咱们用铁锅炒菜补铁哈 铁锅里炒菜渗入食物中的是少量的无机铁 而无机铁呢 是难以被人体摄取和利用的 所以铁锅炒菜补铁 这个说法是不可靠的啊 目前咱们的算式结构里面呢 缺铁的人其实是很少的 所以咱们不要盲目的去补铁 感谢专家的解答 中国自古以来便是礼仪之邦 在宴席之上 我们有以茶代酒的传统 奉战之间 利有未代的朋友会轻声说出 以茶代酒 即表达了对主人的尊重 又巧妙地避免了醉酒的尴尬 慧心哥 以茶代酒这个典故是怎么来的 据记载 吴国君主孙浩特别喜欢喝酒 在宫中尝射宴席 邀请群臣一起来唱歌 然而孙浩规定 大家不仅要喝 而且每位兵客至少要喝七声 唯要虽深得孙浩的信任与器重 但是酒量不太行 孙浩没有强迫唯要喝酒 而是暗中以茶代酒 这样不仅保全了唯要的面子 也体现了孙浩对臣子的关怀 与尊重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答题 请问 蜂蜜水和清水 哪个更解酒呢 A 蜂蜜水 B 清水 来 做好准备 3 2 1 出发 开队 往前走 要走 往前走 答题区已关闭 答题已接受 正确答案是 B B 来听一听专家的解答 最好还是不喝醉酒 少喝点酒才是最健康的 万一真的喝多了呢 我们建议还是多饮一些清水 或者是淡的茶水 什么菊花茶呀 绿茶水呀淡一点的啊 但是呢 不建议喝蜂蜜水 我们都知道蜂蜜水 因为蜂蜜特别甜 它里面除了含有一些蔗糖啊 葡萄糖以外 还有大量的果糖 那么果糖喝下去以后呢 它也是要经过肝脏代谢 它在肝脏里面会形成肝油三脂 那么它在代谢到肾脏的时候呢 它也会生成一些 像猝死尿酸增高啊 乳酸增高 对酒精的就是代谢啊 是有不良的作用的 所以那么不推荐喝蜂蜜水 好 谢谢何老师 接下来 请听题 年轻的时候近视 等到老了 就不会老花眼了 这句话对吗 A 正确 B 错误 我看有些选手呢愁眉莫展 好 请做好准备回到起跑区 准备答题 请准备 3 2 1 起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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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B同道的人已经进入到了答题区 答题区已关闭 3 2 1 停止作答 谁有确定的想法 这一道题我知道特别的科学宏观 我自己也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理解 我只知道我身边有那个亲身的经验 我的一个老师 然后他年轻教我们书的时候呢 戴的就是近视眼镜 他说是因为读书读多了眼睛熬坏了 现在他已经五十来岁了 那我就说 那你以前近视 现在老花是不是刚好中和 他说没有孩子 老师还配了一个老花镜 现在两个眼镜轮着用 所以我觉得实践出真理嘛 我觉得应该不冷 我们可能选择必须的很多小伙伴 都有了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上的支撑 好 我们来看一看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这轮真的很关键 倒出第二道题 决定你是否能进入到最后一题 这道题正确答案是 是 B 恭喜你们 恭喜你们 答对了第三轮的第四道题 我觉得雪儿 你身边的这个小姐姐 她真的是有 还很多的健康知识的 在你刚刚倒计时的时候 她就在旁边倒吸一口气了 开始给自己稳定情绪 是 是这样 然后平时呢我们也有很多关注 就是健康我的老公是一位医生 我的爸爸也是一位医生 然后所以现在的话 在这个大社会 大家的身体身心压力都特别大 那么健康也应该被我们更多的人去关注 去好好地关爱自己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栏目组 可以选择我们这里给我们送来 这么多的科学的健康知识 谢谢 谢谢 希望我们接下来都能选对健康 摆在BG小伙伴面前的 就只有最后一关了 我们一起来加油 加油加油 好 当然我们也要知道 为什么A这个答案是不对的 请我们的专家老师来解答一下 首先咱们先明确一下 什么叫老花 老花的本质呢 其实讲的是我们看远看近了 没有办法的自如切换 也就是讲的是人的眼睛的调节力下降了 那么打个比方 咱们人的眼睛跟照相机很类似 那么年轻的时候我们能看远看近 得益于这个眼睛有一个收放自如的 变焦全自动的变焦镜头 这个称之为晶状体 那么年轻的时候 这个晶状体是有弹性的 我们看远看近是通过这个晶状体的弹性 它改变它的厚薄 从而视线看远看近 它的自如切换 那么上了一定年纪之后 这个晶状体它变得没有弹性了 它变硬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在看远看近之间自如的切换 那么它如果再继续发展 这个晶状体变得不透明了 那就是之前咱们讲到的白内障 所以这个人年纪大了之后 它必然会老花 近视眼它也不例外 只不过咱们产生这样的一个误区 因为近视眼带的是凹透镜 老花眼跟远视眼带的是凸透镜 这两个镜子是相削的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呢 看近呢 老花跟近视之间它有一部分的相削作用 所以就导致一部分误以为近视不会老花 好的 再次恭喜B区的小伙伴 你们进入到第三轮的第五道题 恭喜你们 好的 那A区的小伙伴一步到观战区 继续为他们加油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三轮的最后一道题 第五道题 如果说选手五道题全部答对的话 会平分一万五千元的家庭健康基金 他们现在胜利在望了 看看谁会站到最后呢 来 请听题 吃煮得很烂的食物 比如小米粥 可以养胃 这句话正确吗 A 正确 B 错误 来 请回到起跑区做准备 选择好你的通道 3 2 1 起跑 加油 加油 在保持安全的阶级下 快速地进入到答题区 现在我们看到 施工耗子已经开始启动 他们马上就要会合了 千万要进入到答题区 快速先进入 对 没错 3 2 1 停止做打 来 做一问家里都学医的 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中国 我们博大精神应该是 中庸之道 很多应该是 适中即可 如果太烂太硬肯定不好 所以我选择B 哎呀 我第一次知道 回答一道健康知识答题啊 需要把这个文化 古文化运用进来 这个 有一点中医的那个在里面 调和嘛 所以你也对中医 对 爸爸是中医 老公是西医 叔叔学中医的 对 然后老公是学西医的 对 知道一点 但是不一定正确 只是个人的看法 正确答案是 这道题 这道题 关乎了你们是否能够平分 一万五千元的家庭健康基金 我的心心想 我是咱们全村全队的希望 而且这个选队健康节目 是在咱们家门口办的 我觉得我不是为个人而战 我心里想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沉着冷静 沉着冷静 一定不要辜负大家 正确答案是 B 不是 恭喜你们 我们看到了 刚刚没有进入到后面 答题轮次的这个虎小伙伴们 也为他们欢呼起来了 来 为他们欢呼吧 很棒 B区 获得了一万五千元 家庭健康基金的 评分的机会 真的是非常的棒 来 分享一下 现在的这个 状态心情怎么样 我看你 我看你都已经激动地蹦起来了 我现在特别激分 特别 激动 因为激分已经满了 对 因为这样的 然后因为各位老师可能不知道 我一个人是站在这 但是我所有的团队的小伙伴 都在那里 给我很多很多的鼓励和支撑 对 我们是凯歌战队 我们是凯歌的希望 所以呢 因为团队而战 荣誉而战 我觉得特别的自豪 感谢栏目组 感谢我的小伙伴 谢谢 太棒了 太棒了 也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是因为有你们在 才能让我们的健康知识答题 一轮又一轮地进行下去 也希望接下来 未来啊 能有一天 把你的老公呀 把叔叔呀 全带到我们的节目组当中啊 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健康知识 好 接下来已经尘埃落定 已经确定要拿到健康基金了 有没有什么计划 打算怎么划 我因为就是我在我们单位的话 就是除了我们同事之外 我自己也在就是负责工会方面的工作 我觉得今天我参加了我们这个 选对健康的节目组 因为今天我们只有几个同事 代表我们整个单位来出战 我希望把这样的模式和这样的健康内容 健康方式 可以更多地通过我们工会的平台 带给我们更多的同事 让大家每一个人都选对健康 关爱自己 谢谢 那我们啊 其实答案是 嗯 次要的 最重要的我们要选对健康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要有请专家老师 来为我们简答一下 那么小米粥呢 它主要是用这个古物啊 的小米来熬制成的 熬生粥以后呢 就是营养素密度其实是比较低的 以水为主 有一点这样的穀物 里面没有优质的蛋白质 有的话也非常非常的少 是吧 还有一些培层素矿物质的含量也比较低 对我们人体营养素的需求是不够的 如果长期以往啊 你得了病 就靠喝点小米粥来养胃啊 长此以往会造成营养不良 而且我们的胃呢 它是要在逐渐的过程中 它要碾磨食物的要初步的消化 你们胃里面有胃蛋白煤 是吧 第一步这个蛋白质在这里消化 如果说你长期吃这种软软的稀稀的食物 就可以把这个胃啊养得很慵懒 它的越来越弱消化能力越来越差 长此以往呢 对我们的胃呢其实是不好的 好的 谢谢两位专家老师的分享和解答 恭喜B区的所有小伙伴们 来有请雪儿来为她们颁发 一半五千元的家庭健康经济奖牌 恭喜你们 恭喜你们 我看到其实选对的人少 选错的人多 那么其实我还是深刻感受到 咱们的科普做得不够 不够下沉 让大家都知道正确的一些健康医学知识 是非常必要的 而这个健康医学知识 其实我们专家不是高高在上的去说教 要通过一些能落地的 切实的一些可操作性强的一些方法 建议告诉这个普劳大众该怎么做 我觉得随着这个选对健康栏目的 持续的开上下去 会有越来越多的地方 来加入我们这个录制的 这个场景 通过这个节目 学到很多他们原来不知道的健康知识 奔跑 抉择 自信 失落 欢呼 当健康面临选择 A和B不只是智慧和勇气的挑战 选对 继续 选错 淘汰 百人团 准备好做注意的选择了吗 许宝 从今天开始 选对健康 赢得未来 这一期的选对健康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今天呢希望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感受一下 湖光山色的养心碎宁 安逸安居 在这里你一定能感受到 海龙村人的感为人先 是的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也想来到选对健康知识答题 欢迎您赶快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到央视屏 赶快报名加入我们 我们一起来 下个渺客 赶快报名加入我们 我们一起来 下个渺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